今天的主题是 什么是从众行为啊 散户一定要避免啊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问名牌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 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 跟股市有关的议题好了 通常啊我们大家在做 消费决策或者是投资决策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 定见没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会去寻求其他人的意见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从众行为就是你要寻求 别人的意见 那我们先从几个层面来聊聊 第一个就是办卡这一块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 网络上搜寻信用卡的资讯 他们会很懒的做功课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 我就到一个讨论区问一下 然后人家跟我讲几个答案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伸手牌这样子 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做这个行为 其实也是 我相信应该是潜意识里面 也会觉得说别人 懂得比较多 他比较愿意推荐 比较适合自己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所谓的承重性 就是大家 如果都统一推荐某一张卡 但是这张卡片可能真的很好 那你就会去申办这样子 那当然有时候这种行为 会让人觉得很讨厌 因为整个讨论区下面 就是每一个都是来问说 我要办什么卡 然后自己的话也没讲清楚 自己的状况都没讲清楚 然后每个人都回千篇一律的话 他也不看 然后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来乱的吗 所以很多时候 你在网络上面看各种讨论区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形 这是在信用卡这一块 不论是PTT的信用卡版 或者是Dcard上面都有 那甚至有的时候 有些记者很有趣 他就看到之后 他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以抓出来当主题 然后就拿出来大肆渲染这样子 宝可梦觉得这个主题有趣 又再拿来做分享 所以他就会 这个问题会一直不断被放大 这个是蛮有趣的 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那在投资的部分也是一样 如果你有在一些投资 跟讨论群组里面在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也有很多人 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我现在有多少多少钱 比如说我一百万 那我可以买什么什么东西吗 他说现在什么什么东西可以买吗 那很多时候其实 大家并不知道 你的固定收入是多少 然后也不知道说 你可以承担的风险 承受度是多少 所以没有办法很直接 跟具体的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你可以买 因为有的时候 也许你真的是很适合做当重 然后你就是从中间 做短线交易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人家并不知道 所以这种所谓的 问名牌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 直接跟你讲 不然的话就是 我跟你讲 然后你买你赔钱 你要找我吗 那你赚钱你会分我吗 就不会吗 但是大家其实都还是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所谓的从重心理 我们的想法就是 当大家都建议这个东西 或者是觉得 这档股票好的时候 你跟着上车 基本上不会错 对 但是呢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迷思 今天就是要跟你聊一下 那股票的价格 其实他也是 比如说我们市场上 有百万散户 跟法人机构的买卖 那在我们相信 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的出价 都会是到一个 最适当的价格 才能够进行买卖 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溢价 或者是这种不灵敏的状况发生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就很难从中去赚取到一些超额的利润 那我们的人性真的会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吗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些概念跟一些范例 比如说17世纪的郁金香热潮 还记得吗 在荷兰的郁金香的金球 它一颗可能就是当初的一个牛排 或者是说再更高贵一个房子的价格 那大家都是觉得说 它未来会越来越高 所以每个人都是出高价去买各种 不同的配种的这个郁金香球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不理性的热潮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只要买了这个郁金香球 现在是用一个房子的价格买 未来它就变成两栋房子 那我就赚回来了 我的获利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呢 这个再大牛皮中一天会吹破 所以等到它真的没有那个价值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不知道 这个价值一大人开始抛售 其实接二连三的就像是骨牌效应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经济大泡泡 所以大家都会一直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就是所谓人类的不理性 那除了17世纪以外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例子 是大家也是稍微知道的 如果你现在是三四十岁的人的话 其实你应该也听过这20世纪 这个网路热潮 大家都想说那个internet上来 大家都相信说身边的亲友 讲说现在买这个东西 然后你将来就是走上这个热潮 你就可以赚大钱什么的 然后就有越来越多人把钱投进去 可是最后它不过也是另外一个泡沫而已 我现在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些科学家他想要了解 这个虫种行为到底会对人 有没有多深远的影响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但是这个实验我听起来是觉得蛮北七的 他就是说他有给两张图卡 第一张图卡是一条线 你可以看一下这条线是他的标准线 然后他再给受册者给他看第二个图卡 他里面有三条线 一条线是刚刚的标准线 一条线明显比较短 一条线明显比较长 然后他就是要问受册者说 你觉得这三条线里面哪条线比较长 那就正常的常理来判断 其实你就是看画面中那条线 哪一条线最长就回答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这些实验科学家 他们就找了七个人来参加这个试验 其中有六个是装脚 这六个装脚都讲说最短的那一条 其实是最长的 然后第七个才是真正的受册者 然后当科学家若无其事在问一个一个 说你觉得哪条线最长的时候 前面六个人都讲说最短的那一条 其实是最长的 那等到第七个人 他就有压力了 因为他不知道说 我看到的是事实的真相 还是每一个人都觉得 那条最短的其实是最长的 所以他就会变成 他没有办法去讲实话 你知道他就说 好了那我就跟大家讲一样的 好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是受于全部人的这种 隐形的压力之下 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从众心理 很好的一个示范 那其实十有八九 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 然后就会 怎么讲 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那也有一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说 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不喜欢 去看部落客的文章 然后发现他是业配 你就很讨厌 为什么 因为他等于是 偏离了事实的中心 比如说这张卡片 其实真的很烂 但是呢 他为了要赚钱 他就把这个东西 讲得多好多好多好 你就是听他的片面致死 你就去办了 或者是说 同时这间银行 他撒了十几个部落客 所有的部落客 都在说他的好话 那你自己去做完research之后 或者你问别人 你问他们 他们都跟你讲说 这张卡片很好 然后呢 你就办了 那这件事情 其实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你会觉得 我被骗了 因为这东西明明就没有 那么好用 那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就只是为了赚钱 所以 为什么很多的人 不喜欢看业配的文章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 人家都是收钱讲好话 在收钱讲好话的情形之下 这就不够客观 不够公正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自己去 养成一个敏锐的观察 就是 你必须要有能力 去判断这篇文章 到底是不是业配 但我觉得 这好像有点困难 所以大家可能 就会倾向于 比较轻松的做法 就是我跑到论坛 去看别人的讨论 我跑到其他的讨论区 去看 或者是人家 都怎么推荐卡片 那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这个 业配的诱因的情形 所以你拿到的答案 可能会比较公正 所以我觉得 这是 大家还是要自己 去做功课 因为毕竟 厂商他们要是要生存 所以他们就会花钱 有行销预算 然后找人来讲好话 那你如果 不查的情形之下 你很可能 就会被洗脑了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只有在 信用卡的 这种产品上面 基金产品有没有可能 有 股票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呢 这种东西 只要跟行销 有扯上关系的 其实都有可能会去 被曲解 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有时候比较难去 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 它都是业配 它都是受了钱 讲好话的 那些东西 如果又在网络上的 第一页跟第二页 你甚至你没有能力 去判断这东西 是不是业配 或者是 能够更仔细的去分析 说 你是不是会被骗 那你很容易就会 就 更天气 你知道吗 好 那投资的产品也是一样 就比如说 之前有讲过很多的 投顾老师 他们上电视 然后他们在抬轿 那你就很相信他 他说这东西好 然后你就先上车 结果他 他没多久之后 他就下车了 然后就换你买在高点 你被套牢了 那这是不是也是 某一种程度的 这种所谓的 从众心理 所以 不管是这个消费者 或者是这些行销操作的人 他们都会很善于去使用 从众行为的心理 好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行为财务学 那包括 我们自己如果是散户 我们是小虾米的部分 你就要特别小心 就是不要去着了这个道 对 所以当你在网络上 获取任何的资讯 包括你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你看任何的部落客 写的文章 财经类的也好 美妆类的也好 或者生活类的也好 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有一些人 他可能会比较直觉的 在他的文章上面写说 这是合作文章 那这是合作文章 你可能就会稍微 比较知道说 他推荐的东西 也许这东西 是因为他有收钱 所以会 比较偏向那一边 那你就会有警觉性 但很多时候 很多的业配文章 他是不会写的 比如说 有些旅游部落客 他是受到 什么国家的邀请 然后他去那边 写一篇介绍文 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 其实非常的顺 文笔流畅 然后照片很漂亮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一个业配 但事实上 他就是一个 光光发展的合作产品 那怎么办 对啊 所以有些时候 其实这真的是很难的 但回到我们自己的 投资的这一块 就是一样 就是有一句格语 我觉得蛮有趣 最后跟大家分享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是比看着朋友发财 更令人会失去判断力的 当你身边的朋友 都在跟你讲说 哎呀 我买了多少多少多少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赚了几%几%又几% 然后你就会开始心仰 就觉得说 他凭什么 他又没有比我聪明 他都可以赚钱 为什么不行 然后你就洗头洗下去了 洗下去之后呢 你就被套牢了 很多时候 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子 那 当然 大家通常在我们上面分享 都是报喜不报忧 就是说 他哪亏钱 他也不会跟你讲 但是他有赚钱的话 他就会很开心的跟你分享 对啊 那人家跟你讲说 赚几%又几% 他没有给你看对账单 你又怎么知道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可能就会被从众行为 这样子的心理学给影响了 你不自觉的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 现在就是一个 比如说 20年代 那个时候的 网络 科技热潮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买 你的舅舅 你的哥哥姐姐 全部都在 讨论这个网络热潮 internet 然后都一直在买 这些所谓的科技股 那你那时候 如果头也写下去 你其实到最后都变壁纸 因为他那个泡沫化 一来之后 就所有的科技公司 几乎通通都是跌停 然后变成壁纸 就一文不值 所以你丢出去的钱 最后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那些法人机构 或者是那些基金经理人 他们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业务奖金 所以你到那个 游艇码头去看的话 没有一个游艇 是我们散户 我们这些投资人的 全部通通都是那些 基金经理人的那些游艇 这就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面 好 希望今天的这集节目 能够对你有点启发 千万不要再做重重行为了 自己还是要有所谓的 理智的判断跟思考 不然的话 你的钱 就会转手变成别人的钱了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